少女風在什麼位置呢 白色的這個山峰跟黑色山峰中間那個區塊 現在來到這個地方就是少女風 真的下雪了 雪雪 而且我的手 我的手 我的手 不過呢 我覺得很值得啦 雖然很冷 但是忍不住 我們還是要跑到外面來欣賞風景 這輩子 一定要來一次 羽龍雪山是整個雲南第二高峰 它是納西族人以及許多雲南小數民族 他們心目中的聖山 有一位探險家洛克 他也曾經來到這邊 並長住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當時他在這裡就收集了很多非常珍貴的植物 去他的家鄉做研究 洛克對於這邊有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感 據說他晚年握冰在床的時候 他曾經很感嘆地說 他寧可回到這羽龍雪山山腳下來 終此一生 他也不願意躺在冰冷冷的病床上 可見他對這邊有一股濃厚的情感